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还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我把这些民用的删掉了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研究下一个 下一个 那你说想个办法 咱们怎么能把它区分开呢 我刚才说了 我说是不是叫名字是可以的呀 我说给他 怎么样啊 叫他身份是号 是不是也是行的呀 对吧 来看啊 咱们来看第二个选择符 你这好听 你听着就行啊 我们叫做ID选择器 叫做ID选择器 看到了没啊 ID就和你那个名字是一样的 一个不是名字 就是那身份证号是一样的 是吧 ID卡身份证啊 是吧 他也可以给他干嘛呀 增加一个身份证号 那这个ID选择符 它的名 它的那个语法 我们来看啊 按照什么样的语法去做呢 来看 记好了啊 首先 你给谁写呀 是不是要给标签去起名字呀 所以这就是标签 给标签干嘛 后面是不是得关闭呀 然后起名字怎么记 记住这样 空格写一个ID就行了 看到了吗 哎 写一个ID就行了 那这里边属性值 就是你给他起的名称 能明白什么意思没啊 这个值就是这个名称 啊 那起名字 记住也不能加起 啊 也不能加起 有起名规范 啊 咱们一会儿再说起名规范啊 你比如现在 我先给你用一个啊 比如说我现在叫做第一条 我叫做top 杠 rock 行不行 什么意思呀 就是头部板块 行吗 行不行 头部板块 一会儿我再给你说这个起名方式 能明白没啊 哎 那这个东西咱们怎么去用啊 我这样别 看来 我就说给你 起的ID名字 看到了没啊 随便起名字 那咱们怎么通过这个名称 来给他写样式呢 你会说在css里面 啊 在css里面 咱们怎么通过ID名去写样式 记住 它是这样的 警号 啊 警号 ID名 就是你起的这个名字 能理解没啊 前面加一个什么 警号 加上你的这个名字 然后 后面是不是就是css一句了呀 对吧 看到了没啊 这是语法 啊 这是语法 能明白不 啊 我说了ID就相当于标签的什么 是不是相当于他的身份证号啊 对吧 那现在我告诉你 他有什么特点 你的身份证有什么特点 记住 ID名字 有一个 唯一性 是唯一的 啊 不能说这样说吧 就是ID名字 在怎么样啊 单一 一个页面内 是唯一的 比如你在里面 比如已经起了一个ID名 那后面还能用相同的名字吗 是不行的 你比如身份证号能重吗 你身份证号能重吗 他是不能重的 啊 他有一个唯一性 那什么情况下用这个ID名啊 应用 ID名 是干嘛的呀 划分 网页 外围结构的 明白什么意思了没啊 ID名 他是划分网页外围结构 什么叫做网页的外围结构啊 你看 刚才我是不是拿出来是这个页面呢 我给你圈出来 是不是一共是七个DAV啊 对不对啊 那这七个DAV 他指的就是怎么样啊 外围结构 能理解不呀 因为咱们是不是现在还没有往内部添加这些内容呢 对吧 有外围的一个大框 这就是外围结构 明白什么意思了没啊 这就是ID名字的应用 啊 ID名字应用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吧 你学了这一个ID名了 那咱们怎么用啊 咱们怎么用啊 你来看啊 我把这个 我们还是打开这一面吧 行不行 你看看啊 你看看啊 刚才 看到这也对了吗 你来看啊 这儿呢 我一共写了七个DAV 是不是啊 哎 写了七个DAV 然后呢 如果说我现在直接写DAV 这是什么名 这什么名 什么选择符这是 类型 这个类型是不是不能给它区分开啊 那我们刚才是不是学ID名了呀 来看 我在第一个DAV这儿 起是不是起一个ID名字就行了呀 比如说ID 啊 ID 我这儿呢 就是现在我用一个头 头个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头部顶端呢 是不是啊 顶端 啊 那现在来看一下吧 我这儿写了一个顶端 或者是怎么样了 起名字无所谓 你看上面这儿 我们是不是一般放的是 这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logo啊 你给它起名字 咱们语意化一点 对吧 你就给它起logo 行不行 可以不呀 就叫logo了 这是可以的 啊 名字起好了没 起好了没 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用它来写了呀 对吧 来看啊 那咱们怎么用这个logo呢 你知道怎么写 我说怎么写啊 警号谁 logo 看到了没啊 然后比如宽为多少 一千 高是多少来着 一百 然后呢 byground 我写了 明白什么意思了没啊 你这样 你再打开咱们页面的时候 你看一下 你看看 还是刚才你看到的全都是这样的吗 还是你看到刚才那样吗 它只针对于谁呀 是不是只针对于第一个DAV呀 能理解了不呀 这个东西不难吧 有疑问吗 这 有疑问没 没有啊 好了 我们继续来看啊 在这呢 我们用了一个这样的ID名 对不对呀 我说了ID名有什么性 唯一性 那如果说我现在怎么样啊 你身份证是不是有假的呀 我就给他来一个一样的 看到了没啊 现在是不是一样的呀 那我现在刷新 你觉得有样式没 你看我刷新啊 有样式没 它样式能加上 我听说 这个样式能加上 那为什么它还必须是唯一的呀 这个东西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们到后期学JS 如果说ID名全都统一着 一样的你没法做了 你没办法去写程序的 明白了没有 你比如说真简单来说 在JS里面有一个 获取它的ID名 一个一个东西 就是document 改造element by ID 它是这个by ID的 就是根据你的手名字呀 ID名嘛 明白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你记好了啊 ID名虽然它有样式 但是我们能这么去写吗 不能 就和咱们那个H1似的 我说H1只能出现几次 一次 但是你写两个 它显示吗 是不是也显示 但是你能这么写吗 不行 这个也是一样的 ID名只能出现一次 听到了没 听到没 哎 好了 那现在呢 咱们有这个 ID名了 我是不是可以把里面的这些板块 都给它划分出来了呀 对吧 那宽度不用说 它们都是怎么样的 对 宽度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 对不对呀 那你来看个高度吧 你比如说第二块 我们是不是称的导航啊 对吧 你看第二块 咱们量一下高吧 高是不是从这往下量啊 多少啊 这是 58 说58吗 哎 你一定是把这个选区 给它切出来 听到了没 哎 58 你说58 我能写成60不 能不能 不行 不行啊 我告诉你啊 会打架的 听到了吗 和谁打架呀 你记住 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按照谁来 按照设计图来 听到了没啊 你不要在里边去承担责任 些 啊 什么意思 有 比如说我看这个 你给它凑过整就行了 有强迫症啊 强迫症 是吧 我看58 我就非要给它写成60 你说人家怪子下来 这算谁的 算你的还是算设计的 你说理都没办法说理 你找设计 你说 你设计成60多好啊 为什么非要来个 那人家设计师告诉你了 这就是我的设计理念 你咋回答呀 对不对呀 那你有什么理由啊 你说这我写代码 我就能写60 那这是不扯的吗 这不是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 记住啊 完全要遵循谁 设计图 听到了没 哎 完全要遵循设计图啊 高度是多少 58 好了 那现在你起名字吧 ID 我是不是给它起个名字 就行了呀 哎 导航条叫什么呀 哪个Gator啊 然后这个东西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你这个英语啊 是吧 你如果说太不那啥 也没关系啊 我告诉你怎么去做啊 一般情况下 怎么常用的这几个 要知道啊 导航的命名 我们一般都取一个叫做NAV 听到了没啊 NAV一般情况下 他看到这个NAV了 他指的就是什么意思呀 哎 导航 听到了没啊 NAV啊 NAV 这个东西不是说 它就三个字母 它就是那个Navigator 一个缩写 听到了没啊 你可不能 你同学在这写上NBA 我说你 你这不扯呢 你不能瞎往上面去写 听到了没啊 NAV 啊 然后呢 这个起名字呀 他现在有这个ID名了没 有了是不是呀 我现在是不是在上面 我直接去写就行了呀 警号NAV 宽度是多少 宽度是一千 高度呢 我们刚才量是多少 58像素 background 我随便给一个啊 pink 粉色 在这呢 我去刷新一下 改变了没 这个粉色这一条 是不是就是那个导航条啊 对吧 再来再往下 到了谁了呀 是不是到了一张图片了呀 咱们量一下 这张图 它的整体的也有宽度 你是不是从这开始啊 放大去量啊 一定放大去量 这样是比较准确的 细活这是啊 没错吧 465啊 那一般这个大图 那一般这个大图 咱们起名字叫什么呀 ID 一般叫做 Banner 看到了没呀 常用的这几个一定要知道 听到了没 我们在写的时候 就是警号谁 Banner 宽度为多少 1000像素 高度为多少 465像素 然后呢 Baground 比如说Grey 什么意思啊 灰色啊 在这呢 刷新 有了没啊 这个颜色无所谓 这个颜色 有时候我发给你一个颜色表 随便去用 听到了没 后期我会告诉你其他 16进制 那个数值表示颜色值啊 然后再来看 是不是到了下面了呀 下面就是新闻板块了呗 这不是不是新闻呢 对吧 这个你怎么量啊 你说 你是从这儿呢 量到灰色这儿呢 还是到市场项目这儿啊 哪都行 告诉你像这个分板块 分哪都行 你分到灰色这儿也行 你分到紧贴着下面这个市场项目 它也是可以的 听到了没啊 哎 都行啊 都行 这个没错啊 267啊 来看一下啊 那新闻一般怎么起名字呀 哎 这个你知道了 news 对不对呀 就是新闻板块嘛 然后呢 我这写个警号谁 news 宽度为 1000像素 然后呢 高度为多少 你记一下好不好 267 好吧 哎 background的 我这写一个 right的 行吧 在这呢 我去刷信 有了没啊 这是不是也是有了呀 对吧 哎 下面这个 你是不是挨个去给它分出来就OK了呀 比如市场项目 那你从这儿是不是去量 然后量到这儿就行了呀 对吧 你这怎么起名的呀 项目是啥呀 我说市场啊 你现在就是弃名我就费 我告诉你弃名字哈 弃名字也是你的任务 我听说你不要感觉这个 我告诉你 网上流传一句话 程序员80%的时间都浪费在哪了 弃名字和修bug上面了 明白了吗 弃名字我告诉你 现在你只是说白了弃个这个名 你到了后面封装一些功能 那个起名的更费劲 听到了没啊 哎 这个起名字啊 你不能太随意了 听到了没啊 你像这个东西 你如果说 真要不明白 没关系 我告诉你 拼音行不行 可以吧 你比如现在你看下面 我给它去写ID名 对吧 就是市场项目 行不行 行不行 行 你自己能看明白就行 听到了没啊 哎 好了 像下面这一块 我们称作一般叫做 异的link 就是有情链接部分 啊 有情链接部分啊 下面是不是包特末底端呢 对吧 哎 这个我就不带着你写了啊 起名字最常用的这几个 你一定要知道 听到了没啊 哎 常用的这几个一定要知道啊 好了 那现在咱们啊 学的第几个选择符了 这是 第几个 哪来的第三个呀 别走火动魔好吧 你看着啊 第几个了 这是不是第二个是ID选择符啊 对吧 ID选择符啊 然后呢 我刚才给你说了它的起名字啊 这个起名字 你看啊 我起的名字 是不是都是比较偏语义化的呀 什么比较语义化 就是你看着它 你就知道这一块 它放logo的 这就是导航条 是不是啊 它能给你反映这个意思啊 我跟你说刚开始啊 你拼音是可以的 但是最忌讳的 千万别这么去做下 有些人说我这 DIV1 下面ID DIV2 你用DIV肯定是不是不行啊 对吧 一会我告诉你 用DIV肯定不行啊 然后后边DIV3 它这案面没有行吗 可以能用不 能用 但是你能这么写吗 你千万别这么写 如果说你进入公司 你该开始写页面 人家给你写脚本 它会疯掉的 谁给你一起 光这么数 整个项目写完了 那DIV好几百 对不对啊 它没办法去给你 数这个东西 你到了后面 你GS就没法写了 明白什么意思 怎么样 它怎么就获取你这个节点 对吧 它还是通过我们写的这一对 所以这个东西 你在公司里面 一个团队里面 一定要按照一定的规范 去做下 听到了没啊 那咱们呢 也有一套启明规则 它适用于后面 我们所提 所有的名称啊 比如说在CFS的启明规则 我这简单给你说一下啊 它这个启明规范呢 也有这几个 来看我这就不挨着写了 直接copy过来啊 启明规范 启明规范 来看 第一点 启明啊 不能使用关键字 命名 记住啊 不能使用关键字命名 什么是关键字 记好了啊 所有的标签 和属性 都属于关键字 明白了没啊 什么是标签和属性啊 你比如说 我起一个 你看这儿有个div 我起个id名 就叫div 行吗 不行 p 行吗 a 行吗 两个a行不 两个a行不 两个a就行了 它不是标签啊 对不对啊 你比如现在 我起个名字 叫height 行吗 不行 因为height 是不是属于一个属性啊 是不是 哎 这样是不行的 啊 记好了啊 你就注意 关键字不能命名 听到了没啊 哎 那起名字呢 我们还可以怎么去起啊 记住啊 英文 字母开头 听到了没啊 哎 英文字母开头 啊 然后呢 尽量的还是用什么呀 这也不能说必须 也不用 我别给你规 做规定了啊 就是英文字母开头 听到了吗 后面 可以 连接什么呀 数字 啊 数字 连字符 还有下滑线 看到了没啊 哎 可以连接数字字符 下滑线 啊 尽量不要用汉字 听到了没 不用汉字啊 那什么概念呢 下面我给你说起名方法啊 起名方法 我这是不是有数字 连字符和下滑线呢 对吧 来看啊 那起名方法有哪些啊 第一个是连字符的 啊 连字符的 那怎么是连字符呢 我们可以这样 你比如说现在我写个news 这个news板块 是不是人家有左中右啊 是吧 你可以写上news 杠 live news杠 right news杠 center 看到了没啊 这是这样的起名规范 啊 那如果说现在你还可以怎么办呢 我写个下滑线的 我说这个你能跟上吗 都能跟上是吧 哎 下滑线怎么起名字啊 就是news 下滑线 left news 下滑线 right news 下滑线 能理解没啊 你如果说感觉我写的哎呀 这太费劲了 我news杠c 行不行 或news杠r 行不行 可以不 都行 啊 都行 这是我们常用的起名字的方法 能理解不呀 哎 然后呢 还有 驼峰式命名法 啊 驼峰式 就是那个骆驼 知道吧 哎 那这个怎么命名啊 你看啊 我写个news life 有什么特点呢 你看到这了吗 第二个字母我怎么样 第二个单词的首字母怎么样了 我是不是大写了呀 哎 这叫做驼峰式命名法 啊 驼峰式命名法 你们到了后面 你们还 可以什么大驼峰 小驼峰 明白了没啊 哎 还有这些什么大驼峰啊 其实咱们现在用的小驼峰 大驼峰就是首字母也干嘛呀 也大写 明白了没啊 哎 这就是咱们的起名方法 啊 起名方法 能跟上是吧 哎 好了 那这样啊 现在我写的这个 你不用往本子上去抄解 听到了没 不用朝一会儿自己去整理啊 下面的时间 你干什么 你这样啊 把id选择说 你自己去试一遍 对吧 来 自己动手 看也是标签 看到了吗 然后标签进行 关闭 那它的语法怎么用啊 来看啊 空格 起一个什么呀 写一个class属性 后面是不是就是你定义的class怎么样 名称 能理解没啊 这就是class名称 啊 那咱们在css里边怎么用啊 怎么用它这个class名给它写样式呢 你看好了啊 id前面是不是是警号 在这换了 它称了一个点 实心的小圆点 看到了没啊 就点一个点就行 然后写上class名 然后去写样式就行了 css 语句 明白什么意思了没啊 这是class名 它的定义规则 记住class名 它特别灵活 所以说我们用class名用的非常多 啊 用class名又是用的非常多的 啊 那这个东西咱们先来试一下 你看啊 在具体的 结构里面 咱们怎么去应用啊 你比如说现在 我在这写个div 看到了吗 然后 我给它写class 看到了没 比如说我写个boss 什么意思呀 boss是不是盒子的意思呀 对吧 哎 那现在 这呢 有结构了 我怎么在样式里边去写它呀 我这怎么写 dir谁 dirboss 明白了没啊 I宽度 500像素 高度 300像素 byground 我写一个right 明白什么意思了没啊 咱们来看看 起作用了没 起作用了没 这个红色的 是不是显示出来了呀 对吧 哎 这就是咱们class名的应用 啊 那我刚才说了 这个class 它是不是非常的灵活呀 对不对呀 啊 那灵活在哪了呀 你看 我有给你说它有微信吗 没有 啊 没有 那记住 一个元素 可以起多个class名 特点啊 一个元素 可以怎么样 起 多个名称 多个class名称 看到了没 就感觉和给这个标签怎么样 起歪号似的 就感觉和给它起歪号似的 啊 你比如现在 这是不是给它起了一个歪号了呀 我再来一个 那怎么来呀 你看着啊 我能在后面直接写class吗 这是不允许的 啊 属性还是class不变 听到没 那怎么起第二个名字呀 记住 在这里面 空格就行了 我这写一个boss2 再来一个空格 boss3 再来一个空格 boss4 看到了没 你无论说用boss2 你看在这刷新 有效果没 或者是boss4 在这刷新 有效果没 也就是说 当前这个div 它有几个类名 我们称的类名 就是它 听到了没啊 哎 有四个类名 啊 有四个class名 能明白什么意思了没啊 一定要记住啊 它可以起多个类名 啊 它可以起多个类名的 你能明白什么意思没 哎 把这个搞清楚 啊 直接在后面添加就行了 听到了没 以什么格开 空格格开 啊 空格格开 啊 好了 那我刚才跟你说了啊 我给你举了个例子 我说呀 class名就相当于它的一个什么 起的一个绰号 对不对啊 起的一个绰号 啊 那比如说你拿我来说 对吧 你要给我起个 你觉得这个 这手叫胖子 那 那全世界就我一个胖子吗 那 那那那 太太太不公平了 是不是啊 啊 凭啥呀 是不是啊 所以说 咱们呢 可以这样来做 你看看啊 比如说后面又一个div 看到了没啊 哎 比如现在你看他叫boss了 他是不是叫boss啊 我再来个div 比如他也叫boss 行不行 可以不要 你这写boss 你能选中几个呀 是吧 只要用这个名字的 他是不是都不能被选择上了 对不对啊 所以特别灵活 你在这刷新的时候 你看 是不是下面又多出一个来啊 对吧 类名可以这么去用的 能明白没啊 这个 知道了吧 哎 那他的应用 他的应用就非常多了 其实刚才我跟你说的都算他的应用 明白什么意思没 那这个东西呢 我听他说呀 你这起一个同样的一个类名 我们具体的怎么才能体会到他的好处呢 你来看啊 比如咱们就拿咱写的这几个div 下面是不是还有市场项目 咱们给他写上吧 市场项目 是吧 然后呢 也是1000像素吧 对吧 高度 比如说300像素 background呢 我给他写一个什么颜色呀 yellow 黄颜色 听不懂 哎 黄颜色 好了 那现在你看看 咱们打开一下啊 这个页面是不是就长成这样的呀 记住一个页面最初 它肯定是有板块堆叠出来了 听到了呗 哎 那现在咱们来看一下 你看看啊 我们代码 你觉得代码量 代码量越多越好 还是越少越好 可能越少越好 但是你看看 现在这里面 有没有重复出现的代码呢 哪个呀 宽 宽 你来看 这个宽很明显 这几个 你看我一直把它选中啊 我一直扛进加地 看到了没有 是不是都是宽1000宽1000宽1000呢 对不对啊 那这个东西咱们就可以做一个简化了 啊 做一个简化了 记住 class呢 它其实这个应用啊 我怕给你写上 把你那个误导你啊 我给你写上吧 应用 它是干嘛的呀 可以 定义怎么样啊 一类样式 啊 可以定义一类样式 什么叫一类样式啊 你来看 现在 每一个div 它的宽数不都是1000呢 是不是啊 但是如果说你看 里面人家再有个子元素div 那它的宽是1000吗 它的宽是1000吗 那不一定吧 我刚才给你看的那个新闻版画 左中右 是不是在1000里边又分左中右啊 它的宽 是不是肯定不是1000像素啊 对吧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么去做啊 可以怎么去写呢 你看看啊 我把这1000呢 都给它删掉 不要了 现在还有宽吗 没宽了 我可以这么去做啊 我给第一个div 它是不是有个身份证号啊 我再给它起个名字 行不行 行不行啊 比如我叫做content 什么意思啊 内容吧 是吧 我用了这么长时间 我不知道它有目录的意思吗 有啊 啊 content是内容啊 内容 听到了没啊 咱们就解写C1T吧 行不行啊 哎 那我可以这样啊 我给每一个都起个C1T 你说行不行啊 我说类名可以重复吧 可以重复吧 可以 就是我刚才给你举例子 不能光我自己叫胖子 是不是啊 都行 不一定啊 所以说他们呢 现在div上面啊 是不是都有一个相同的类名啊 那我们可以用这一个类名干嘛呀 给他写样式 啊 那这个怎么写呀 记住 一般写公共的东西 说不定了 它是不是就是公共的东西啊 尽量把它放在上面啊 我这写一个点 谁 点谁 矿子 是不是他呀 对吧 我写了宽度为多少啊 1000像素 你现在在这刷新的时候 是不是照样是有作用的呀 因为现在你看看 我给他宽度 我这只改一下 我改成1300 这七个div怎么样了呀 是不是全都改了呀 能明白什么意思了没 哎 这七个div全都改了 1300太大了 1200 刷新 看到了没呀 哎 他都写了 你这样写 好处还有什么呀 你不知道刚才就我改动 我是不是改动一架 所有div都能改动啊 很高的这个维护效率了 你觉得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对吧 我比如宽度我想改吧 对吧 你如果是单独写 你是不是要改七遍呢 你要这样去写 我是不是直接改动它 那就OK了呀 是不是啊 这就是类名 你就是class名 我们用的非常多 甚至 你想啊 我刚才说id名 是不是用来划分网页结构的呀 那我现在 我就把它换成 我不用id名了 我class就叫logo 你觉得行不行 你说我不用id名了 我class就是class为logo 我写的时候就是.logo 你说行不行 行 啊 行 但是id名 如果全篇都是id 那样不行 那显得你像非常的沉重 非常沉重了 明白什么意思了没啊 千万别这么高兴 啊 一定是类名啊 我们用的是比较多的 明白了没啊 哎 这就是class名啊 他的一个这样的英文 有疑问没啊 哎 你记住啊 他的写法啊 他的写法 如果起多个类名 是不是我后面加什么就行了 是不是空格就行了呀 哎 rap什么意思呀 我用的他就是一个板块就行 听到了没啊 哎 都行啊 好 来 自己试一下 他来 咱们РИ 咱们 咱们 感谢观看